由鴻海集团旗下的鴻华先进科技 首款自主研发的商用车 Model T电动巴士 从3月16号起将行驶于左营高铁 致异想天地 外形简约时尚 而且蕴含科技风 乘坐起来有别于传统巴士的行车感受 是高雄发展智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款 那当然最重要的 也是希望说 能够跟我们在地 台湾最强的电动车的产业 能够深化合作 所以也特别欢迎代表市府 特别欢迎我们鴻海集团 在电动巴的领域 能够加码投资高雄 那我刚才乘坐这个Model T的这个部分 感觉空间非常宽敞 而且它的这个动力非常的平稳 而且安静无声 我想这个是未来在整个客运的一个趋势 新型的电动巴士 不但通过美国联邦运输管理局法规的标准 也在车辆测试中心 完成加速耐久 以及刚性强度测试 续航力一次可以跑300公里 而且快充只要两个小时 陈希迈市长在交接典体上 除了对于鸿海集团在电动巴士领域 加码投资高雄表示欢迎 也期盼与在地最强的电动车产业 持续深化合作的关系 我们希望说也能够结合未来高雄市 在智慧城市的一个发展 能够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一个 智慧电巴的一个生产基地 从此也是一个智慧交通 最重要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城市 所以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 我们鸿海集团能够在整个包括电动巴 以及电池相关的整个系统整合 选择高雄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基地 同时陈希迈市长也感谢3D集团旗下的高雄客运 在城市永续发展的角度 率先与鸿海集团合作使用电动巴士 由于未来燃油车将会逐步淘汰 城市各种交通运输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 后续高雄市也将评估高运量的路线需求 规划更多的电动巴士上路 让民众都能够享受节能环保 又智慧的交通运输 由于尊心市而成人莲 在城市中看到品位的线要是一样的 还是第二个旬的路线 市场里面桌上的路线 请往健谷看 是否有改双方法 这种路线 就是四个旬的路线 你们这种路线 是四个旬的路线